13. 山頭都市 今年內地電影暑期檔收官票房達124億 2015年9月5日文魚新聞十六山西晚報消息 從6月1日至8月31日 是傳統的暑期檔 據統計 在今年的三個月內 內地影視總票房累計達到124億左右 比去年的90億增長了近38% 因暑期檔良好的表現 截至8月31日 前8個月內地上映電影約227部有55部票房突破了1億 累計票房292億 已快趕上去年全年的296億 今年暑期檔的爆發主要因竹妖記煎餅合大勝歸來滾蛋壩 腫瘤軍殺破狼二烈日卓心破風等好口悲淚影片的摘堆 這時往年很難見到的現象 暑期檔先見好萊塢大片出現 只有末日崩塌終極者五億頭一尾 分別收獲了6.29億和5.47億票房 以及表現搶眼的豬羅紀世界成功搶檔 到6月上旬,進帳14.2億,分期者二緊隨其後但緊收1.1億 表現平平 暑期檔過後,幾部進口大片將被集中在9月上映 包括碟中碟四小黃人帳數大戰等 國產片則有港拱貴吹燈之9層妖塌數美9月,並開 區月黃金國憲當 區月黃金國憲當 reopens還idad osp follow comigo 角落 拍照 傳說 彼� 拍照